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下了班老闆卻不斷傳訊息來 一下要修改文件 一下要聯絡客戶 但現在勞動局規定 只要勞工能拿出 老闆交班業務的證明 像是對話截圖 就能依法領到加班費 你就是下班之後 老闆會傳來跟他說什麼 明天要什麼方案 然後要趕快趕出來 今天下班就是 擁有自己的時間 然後還要被老闆吹發 覺得很討厭 不已經下班 你還要叫我做事情 這樣應該不太合理吧 如果要叫我去做事情 應該還是要給啊 北市勞動局就曾接貨檢舉 有企業老闆在下班時間 要求員工在明天早上 把東西放在他桌上 就算員工提醒 今天是星期日 但老闆卻說 麻煩你加班趕工一下 但這樣的案例 就算加班 如果老闆違規不給加班費 可除兩萬到一百萬元的罰款 算一算大概有三條 你就會處罰了 一個就是說 你到底有沒有依照一例一休 去讓你的勞工休息 第二個 你有沒有合時的去登載公司 第三個 你有沒有給加班費 所以這三條 如果用最低的金額來講的話 就是十三萬起跳 但LINE怎樣的順襲算加班 加班費又怎麼算 還得以各縣市裁定為準 雇主還得多加留意 避免勞資爭議 三雄木瓜陳友榮 特別報道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